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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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了带药 我匆匆忙忙地去给她送药 却被她拦在教室门口 四下无人的走廊 她紧张地看着我 妈 你怎么穿这样就来了 别人的妈妈都年轻漂亮 就你拉里拉遢的 你别来丢我的人好不好 我看着窗户里自己的倒影 因为着急送药而忘了换下的居家服 因为常年为工作和家庭操劳而枯黄的脸 是挺丢人的 但我没想到 我的亲生儿子也会那么想 我当年生陆子夏的时候 吃了很多苦头 因为胎盘低住了好几个月的院 生的时候还发生了大出血 这个孩子 说是我用半条命换来的也不为过 更不要说 陆子夏生下来后 被发现是过敏体质 于是我每天 除了为她的物质条件而奔波工作 还要为她的健康提心吊胆 十年过去 不知不觉 曾经那个被评为笑话的我 已经操劳成了黄脸婆 甚至现在 连健康都没了 可结局呢 我低头看向手机上的朋友圈 只见陆子夏和陆恒父子俩 不约而同的都发了同一张照片 适合那个女人的合照 那女人的确很漂亮 年轻 温柔 身上没有半点被岁月和声誉摧残过的痕迹 他们三个人站在一起 其乐融融 仿佛真的是一家人 再仔细想想 陆子夏和陆恒 好像都没发过和我的合照 我突然想问自己 夏元 值得吗 我回到家的时候 陆恒他们还没回来 我开始整理我自己的东西 我原本以为 好歹是我住了十几年的家 要搬出去会很麻烦 但没想到 最后我只收拾出了一个小行李箱 我突然意识到 我竟然都想不起来 上一次给自己买衣服和化妆品 是什么时候 购物车和信用卡的消费记录上 全都是给陆子夏买的东西 我搬到了婚前爸妈给我买的小公寓 收拾妥当后 我就跟公司递了辞呈 同事和领导都很震惊我的离开 想挽留我 可我只是摇摇头 我累了 想休息一下 大概是想到我平日里拼命的样子 大家不再多说什么 收好东西从公司出来 我突然接到了陆恒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大吼 子夏食物过敏了 你人在哪里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陆子夏已经稳定下来 病房门口 陆恒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夏圆你跑到哪里去了 你知不知道 儿子吃了过敏的东西 有你这么做母亲的吗 我听得觉得可笑 不是你说的 这个家不需要我吗 陆恒被我说得一僵 但随即恨恨到 那你也是陆子夏的妈妈 妈妈 简单两个字 却好像枷锁 孩子过敏了 别人会说 你这个妈妈怎么那要粗心 孩子摔跤了 别人会说 你这个妈妈怎么那么不小心 孩子成绩不好 别人也会说 你这个妈妈怎么那么不负责 却没人记得爸爸 就好像 女人生来就应该承受这一切一般 我突然想起 之前医院里医生对我说的话 夏小姐 你已经是胃癌晚期 就算接受治疗 应该也没几个月了 没几个月好活了吗 那这最后几个月 我想作为夏元儿活 而不是陆恒的妻子 也也不是陆子夏的母亲 想到这 我抬起头看向陆恒 平静开口 陆恒 我们离婚吧 我和陆恒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 就看见陆恒那个叫宋秦雅的小女友 正带着陆子夏在玩 陆子夏抱着肯德基的全家桶 吃得满嘴是油 一边高兴地对宋秦雅开口 宋阿姨还是你好 我妈总不让我吃肯德基 说什么激素的 真是烦死人了 我到了嘴边的 想制止她吃炸鸡的话 突然说不出口了 我低下头 自嘲地勾了勾唇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是嫌自己还不够讨人厌吗 离婚后的日子 比我想象的快乐很多 虽然生病很疼 但十多年了 我第一次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可以睡到自然醒 可以和朋友一起去喝下午茶 可以坐在阳台上发呆一下午 我还找了一间舞蹈教室 我其实很喜欢跳舞 小时候的我还想过 长大要当个舞者 我也的确有这个天赋 只是后来因为怀孕伤了腰 这个梦想就破灭了 而现在 我想再试一次 不是要成为专业的舞者 只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 舞蹈室里的小姑娘都很可爱 我因为身体缘故 每天能跳得不多 却能帮他们做规划和幕后 他们也都很喜欢我 陪我去买漂亮时髦的衣服 教我画当下流行的妆容 他们还给我开了个抖音账号 发我们一起跳舞的视频 我好久没那么快乐了 但这份快乐 才维持不到一个月 就被陆子夏学校打来的一通电话打断 老师告诉我 陆子夏在带头霸凌一个同学 而那个学生 因为被霸凌 而抑郁症割腕自杀 幸好对方父母及时发现 这才救了下来 我急匆匆地赶到学校 一次次地弯腰跟对方父母道歉 对方却是无法原谅 你知不知道 你儿子把我们孩子的头 按进马桶 还扒光他的衣服拍照 小小年纪就那么恶毒 你们到底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我弯着腰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其实比谁都在用心教育孩子 我对陆子夏的确很好 但从不拟爱 从小到大 他只要做错事 我一定会严厉批评教育 反而每次陆衡都会拦着我 孩子犯点错不是很正常的吗 你那么上纲上线干什么 或许是因为陆衡总在中间打马虎眼 又或许是因为我真的水平不够 这么多年了 陆子夏还是没被教好 小时候他会欺负小朋友 现在竟然还霸凌同学 他的自私好像是骨子里一样 被教育多了也只是让他更会伪装 却无法改变 我有时候会忍不住想 有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就是天生的 他的骨子里就是带着和陆衡一样的血 一样自私 一样无情 就好像现在 那个孩子都已经躺在医院 他的父母哭得腰都直不起来 可陆子夏还是没意识到自己错了 只是耿着脖子对我大喊 你干嘛跟他们道歉 那个潘子夏 长得跟肥猪一样浑身流油 却竟然跟我一样的名字 我看了他就恶心 欺负欺负他怎么了 倒是你下缘 你为什么要这么卑躬屈膝地跟别人道歉 丢不丢人啊你 我终于忍无可忍 抬起手狠狠给了他一个巴掌 陆子夏被打得亮呛 捂着脸 震惊地看我 你 你竟然打我 姗姗来迟的陆衡和宋雅琴 一进办公室门 看见的就是这一幕 陆衡勃然大怒 将陆子夏一把护在身后 朝我大吼 夏元你干什么呢 你怎么可以打我儿子 宋雅琴也假惺惺地劝我 是啊 夏元姐 小孩子不懂事 有话可以好好说吗 说完他还去劝陆子夏 子夏 你要知道 你妈妈都是为了你好 你别生你妈的气 他这话反而是将陆子夏的怒火 给彻底激了起来 什么妈妈 他正脱开陆衡的手 哭着朝我大喊 他这个丑八怪 又老又丑也就算了 从小到大就知道管我 不让我吃这个 不让吃那个的 还成天批评我 就你这么讨人厌的女人 怪不得爸爸喜欢宋阿姨 不喜欢你 我也讨厌你 我才不要你做我妈妈 我要宋阿姨当我妈妈 陆子夏的声音 在办公室不断回响 我正正地看着他 心抽搐一般的疼 是 我是从小不让陆子夏 吃很多东西 但那是因为 他身体容易过敏 我也的确从小管教他 但每次都是因为他真的犯了大错 比如他五岁的时候 把别的小朋友推下盒 比如他八岁的时候 偷家里的钱 又比如这一次 可在他的眼里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十恶不赦 十月怀胎 十年养育 还不如一个宋阿姨 假惺惺的甜言蜜语 办公室里的空气太安静 最后还是被霸凌的 那个孩子的母亲 看不下去 小声开口 陆子夏妈妈 我这才抬起头来 我没有哭 我只是看向旁边的 陆衡和宋亚琴 平静开口 陆衡 宋亚琴 有些话我只想说一次 你们记清楚 陆子夏他天生过敏体质 海鲜过敏 鸡蛋过敏 坚果过敏 花粉过敏 粉尘也过敏 这些东西他都不能吃 房间也要保持卫生 不然都会过敏 万一过敏发作 他的房间里 书包里和随身小包里 都有治过敏的药 要及时给他吃 另外 他每年冬天都会扁桃体发炎 要注意保暖 他语文成绩不好 但数学还可以 现在马上要生初中了 我给他找好了补习老师 你们要记得定期送他去 我猛地顿住话头 我自己都没意识到 只要一说到陆子夏的事 我竟然可以这样滔滔不绝 可陆子夏却只是厌恶不耐地看着我 老女人 你说这些干什么 我平静地看着她 没有半点愤怒 我说这些 是因为这些事 我以后都不想管了 你不是说 你不想要我这个妈妈 想送亚琴当你妈妈吗 好 我如你所愿 我声音轻颤 却字字坚定 路子夏 从今天起 我下缘 只当从没生过你这个儿子 我退出了路子夏学校的家长群 把学校那里的家长联系人 换成了陆衡 我把手机里所有记录 路子夏过敏的up和笔记全删掉 做完这一切的时候 我才真觉得彻底自由了 如果说当初和陆衡离婚 我只是放弃了陆衡妻子的身份 那现在这一刻 我是真的放下了 路子夏妈妈的身份 我回到舞蹈教室 那些姑娘们告诉我 他们要进行一次巡演 他们问我 愿不愿意作为他们的经纪人陪他们 我欣然答应 说是巡演 但其实时间 我们安排得很松散 一边还可以旅游 我这才想起来 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 其实是很爱旅游的 那时候我和陆衡说 我们要一起走遍世界每个角落 可有了孩子后 我却再也没去好好旅游过 哪怕去旅游 也是以陆子夏为中心 去哪儿能对他教育好 去哪儿不容易触发他的过敏 去哪儿他能更开心 而现在 我终于不用再考虑别人的感受 享受我真正的旅行 巡演的时间很长 有大概三四个月 一路上 我享受着自由和美景 但同时 陆子夏和陆恒的消息 也传到我耳朵里 毕竟那么多年生活在一个圈子里 哪怕我不想去主动过问 也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人来告诉我 他们说 在我离开后没多久 陆子夏就触发了好几次过敏 送到医院 我并不太担心 我知道家里的阿姨 是跟了陆子夏很多年的 现在的医疗也很发达 陆子夏过敏 却不会有生命危险 只是多吃点苦头罢了 而在我离开后的第二个月 陆子夏又霸凌同学 这次的事闹大了 对方家长了报了警 陆子夏还涉嫌暴力打人 终于是被退了学 陆恒对此大发雷霆 狠狠打了陆子夏一顿 在我离开后的第三个月 又有人告诉我 宋雅琴和陆恒要结婚了 原因是宋雅琴怀孕了 这消息倒是让我有些讶异 毕竟当初我和陆恒要孩子的时候 我们尝试了很久都没成功 最后去医院做了检查 才知道是陆恒的缘故 我们这才不得不做使馆 我在肚子上扎了一针又一针 才终于怀上了陆子夏这个孩子 可没想到现在陆恒上了岁数 反而那么容易有了个孩子 我想我和他果然是没什么缘分吧 宋雅琴和陆恒有了自己的孩子后 陆子夏的身份很显然尴尬起来 相识的朋友告诉我 他看见宋雅琴在商场里大骂陆子夏 一扫以前虚伪善良的模样 朋友跟我说这些的时候 似乎以为我会追问 可我沉默了很久之后 只是发了一张巡演的票过去 我的舞团下礼拜有个表演 要来看看吗 朋友收下了电子票 但他没来 来的是陆子夏 陆子夏来后台找我的时候 我的舞团的姑娘们刚表演完 我高兴得正在鼓掌 可或许是因为情绪太激动 我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幸好旁边的一名舞蹈老师扶住我 袁姐 你没事吧 我还来不及回答 就听见那熟悉愤怒的声音 你们在干什么 我抬起头 就看见是陆子夏 我看了眼身边的舞蹈老师 他是一名男老师 年轻英俊 加上刚才扶我的时候 有点急 乍一看我们的姿势 有几分暧昧 陆子夏很显然是误会了 只见他指着我的鼻子 愤怒地开口 我就在想 你为什么对我不管不顾 搞了老半天 你是在这里老牛吃嫩草 你恶不恶心 要不要脸 我看着陆子夏 哪怕只是一眼 我就立刻看出来 他瘦了 也憔悴了 可他看出我瘦了吗 因为癌症的折磨 这段时间 我体重掉了十几斤 头发也掉了好多 但陆子夏 似乎什么都没注意到 他只是注意到 我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并且以此来自以为的解释 我对他的不闻不问 我低下头 无声地笑笑 这些时日里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不是没有担心过陆子夏 我也偷偷地去翻看过他和陆恒的朋友圈 我甚至去看过宋雅琴的朋友圈 只是想知道陆子夏是不是过得好 可现在 我只觉得自己的那些担心 好像一个笑话 我没有要解释的意思 只是淡淡道 你来找我做什么 陆子夏一梗 但随即他大声道 当然是来跟你要钱的 你是我妈妈 你抚养我是应该的 我听得只觉得可笑 可笑着笑着 眼睛又止不住地酸胀 我就知道 陆子夏又怎么可能 会因为真的思念我 而来找我 不过是宋雅琴有了孩子 陆恒对他没那么大方了 这才想到我 我别开眼淡淡道 你现在未成年 我就算要给你抚养费 也应该是给你父亲 你 陆子夏想说什么 可却是被我再一次打断 行了 该给你的 我都不会少 但多余的 我也不会给你 陆子夏看我的眼神 彻底愤怒 你们都一样 他双手紧紧 握拳大吼 都是在外面 有了人都不管我了 我恨你们 说着他转身跑走 而他离开后的一瞬 我终于支撑不住 眼前一黑 袁姐 再次睁眼的时候 我已经在医院 身体每个地方 都疼得仿佛要裂开 舞团的姑娘们 都站在我面前 红了眼眶 袁姐 你怎么不告诉我们 你身体的事 看他们这个态度 我自己心里也有数了 问 我还有多久 姑娘们哭得更难过了 医生说 就这几天的事了 我松了口气 竟然有一种 如释重负的感觉 那麻烦你们了 我轻笑 最后几天陪陪我吧 这些单纯美好的女孩 陪着我度过了 生命的最后几天 如果是放在以前 我绝对想不到 最后陪我走完 生命尽头的 是这些近乎陌生人的人 我最终还是死了 父母早就去世 没什么亲戚的我 将后事也交给了 这些姑娘 他们给我做了一个 梦幻美丽的葬礼 葬礼上 陆衡带着陆子下来了 葬礼上 陆衡满脸的不耐烦 一直在打电话 我是带子下来的 那毕竟是他妈妈 跟一个死人 你吃什么醋 你说什么 你说你肚子疼 行行行 我马上就回去 不用说 陆衡发语音的对象 就是他正怀着孕的宝贝老婆 宋雅琴 宋雅琴现在怀着她的孩子 她自然宝贝得很 最后说不过宋雅琴 她只能妥协 挂断了电话 她满脸不耐地 看向陆子下 子下 你赶紧去看看你妈 然后我们就要走了 陆子下却没回答她 只是失魂落魄地 看着我的灰白照片 许久后 她才突然开口 你知道吗 我今天出门没吃早餐 陆衡满脸不耐烦 谁问你吃没吃早 以前妈妈在家的时候 她从来不会忘记 叮嘱我吃早餐 陆衡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陆子下再一次打断了 我之前觉得很烦 可我现在才知道 她才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关心我的人 陆衡脸色一僵 眼底带着不以为然 但估计是看在死者为大的份上 她还是勉强虚情假意了一句 那是当然 你妈妈肯定是爱你的 可不想陆子下猛地抬头 看向她的目光中 染着浓重的恨意 可是是你 是你逼走了妈妈 就为了宋雅琴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陆衡的脸色 这才难看起来 什么我逼走的 你别胡说 还有 你怎么说你的宋阿姨的 可陆子下此时 却是红了眼睛 疯了一样地扑上去 暗倒陆衡 就是你 是你害死了我妈妈 你把妈妈还给我 陆衡被打得疼得倒抽冷气 她也恼火了 陆子下 你发什么疯 她一把推开陆子下 破口大骂 你心里不清楚 到底是谁把你妈赶走的吗 是你 你妈根本不在乎我在外面找什么女人 真正让她伤心的 是你这个做儿子的态度 陆子下的脸色彻底惨白 不 你瞎说 可陆衡此时已经是对自己的这个子 彻底没了耐心 冷酷无情地开口 你自己心里明明清楚就是如此 你妈对你那么好 可你呢 是你说要宋阿姨不要她 还嫌弃她又老又丑 呵 但我告诉你 你妈妈以前其实比你宋阿姨现在还漂亮 都是因为生了你 要照顾你这个成天过敏的儿子 她才一点点憔悴下来的 你妈就是被你累死得逼死的 你还有什么脸在这桩孝顺儿子啊 作为魂魄的我 并没有马上去转世投胎 而是逗留在人间 于是我亲眼看着眼前陆恒和陆子夏互相辱骂的一幕 我只觉得可笑至极 这两个曾经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男人 这两个曾经伤害我最深的男人 在我活着的时候对我不闻不问 可现在我死了 他们两个确实都在为我斥责对方 陆子夏到底是个孩子 哪里说得过陆恒 最后被骂得满脸是泪 陆恒则是冷笑一声 转身离开了葬礼 只剩下陆子夏一个人看向我的黑白照片 哽咽开口 对不起妈妈 对不起 我看着陆子夏满脸是泪的样子 内心却毫无波澜 因为我很清楚 她的难过 更多的是失去了一个真正关心她的人 如果不是陆恒对她不闻不问 宋雅琴又露出了真实面目 她会为我的死难过吗 又或者 她只会高兴少了一个对她管教的人 我想 我是真的对这个 我曾经用生命去爱护的孩子绝望了 我不仅不会为她的眼泪难过 甚至会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摩她 陆子夏正泪流满面的时候 我的律师出现了 陆子夏是吗 律师推了推眼镜淡淡开口 关于你母亲的遗嘱 我想和你讨论一下 陆子夏猛地抬起头 这一刻我看见她眼神亮了一下 可不想下一秒 她就听见律师继续开口 按照你母亲的意思 她的遗产会全部放入保险 你成年前会为你提供每个月三千的生活费 另外医疗费用和学费也能从保险出 而在你成年后 她的钱会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没错 这是我最后的决定 如我曾经跟陆子夏说的 该给她的我会给 但多出来的我不会给 既然生了她 我会给她基本的生活开销 可再多了 我不会给了 陆子夏听见律师的话傻眼了 好久才回过神来 气得愤怒大叫 凭什么 她是我妈 她死了 她的钱就全部是我的 凭什么捐给别人 我看着陆子夏愤怒的样子 嘲讽地勾了勾唇 我就知道 陆子夏对我的死的伤心是廉价的 她更多的是 伤心失去了一个供养者而已 陆子夏气得大吼大叫 可无论她怎么叫 都无法改变了 我的魂魄在人家 有多逗留了几个月 我没想到 就是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又发生了好多事 首先 是随着宋雅琴的肚子越来越大 陆恒对陆子夏越来越忽视 她把她随手丢进一个寄宿学校 很显然是打算彻底放任不管 而陆子夏这个过敏体质 在住宿学校肯定是不行的 她病了好几次 幸好学校还算负责 现在医疗也发达 她才没大事 但她变了好多 曾经嚣张跋扈的个性 因为一次次的病痛 变得沉默阴郁起来 想想也是 三天两头去医院 谁还能嚣张得起来 她对陆恒这个父亲 也越来越冷淡 甚至周末都不想回家 而陆恒呢 一心扑在她新的孩子身上 也乐得陆子夏不来烦自己 但很快 她后悔了 因为她发现 宋雅琴肚子里的孩子 根本不是她的 这件事情会被发现 完全是一个意外 那天陆恒本来是出差了 但是她担心 大着肚子的宋雅琴一个人 又半路折回了家 没想到就看见了 令她震惊的一幕 她原本以为满心满眼 都只有她的小娇妻宋雅琴 竟然带着肚子 还跟别的男人滚在一起 陆恒崩溃了 她也不由自主地开始怀疑 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 经过一检查 她果然发现 这个孩子是那个男人的 而不是她的 她气得几乎想要打死宋雅琴 她愤怒地指着宋雅琴的鼻子 大骂道 你为什么要骗我 而宋雅琴也知道 自己是被逼到绝路了 她破罐子破摔 冷笑地看着陆恒 你以为我不想跟你生孩子吗 我当然也想 给你这个蠢货生一个孩子 真的把你所有的钱都骗到手 还后顾无忧 可是你也不看看你自己 你生得出孩子来吗 陆恒脸色一变 你什么意思 宋雅琴继续冷笑 我早就已经让人给你做过检查了 你根本就不可能有孩子 当年你跟你老婆的孩子 也是费了老大的劲才生下来的吧 你早就应该知道 你自己有问题 作为魂魄的我在旁边听到这对话 才明白过来 怪不得当年 我跟陆恒为了生陆子夏的时候 费了这么大的功夫 原来是陆恒的问题 我当时还奇怪 怎么陆恒跟这个宋雅琴 一下子就怀上了孩子 我还以为是我跟陆恒没有缘分 可现在看来 根本就是宋雅琴走了捷径 而这边的陆恒 听到这个消息 才是彻底崩溃 你骗我 宋雅琴没有骗他 陆恒在自己去做了一个检查之后 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个真相 宋雅琴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 不仅如此 他这辈子唯一的孩子 就是陆子夏了 陆恒这才追悔莫及 他之前为了宋雅琴肚子里这个冒牌货 竟然把自己唯一的孩子 给冷落成这样 他忙不迭地去住宿学校里找到陆子夏 想要修复他们的岌岌可危的父子关系 可很显然 一切已经太迟了 陆子夏经过之前的事 已经彻底看透了自己的这个父亲 因此看到陆恒来找自己 他满脸的冷淡 一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样子 陆恒一开始 还能好生好气地哄着他 可是陆恒这个人 归根结底 骨子里就是没有耐心的 在哄了几次之后 看陆子夏还是对自己这么冷淡 他又愤怒了 他恶声恶气地对陆子夏说道 陆子夏 我劝你不要不知好歹 我知道你妈没有把她的遗产给你 你如果得罪了我 我的钱你也拿不到 陆恒以为自己那么说 陆子夏就会被自己拿捏 毕竟他比谁都知道 陆子夏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有多高 小小年纪就已经有着很强的虚荣心 可没有想到 陆子夏并没有如同陆恒所想的那样屈服 相反的 他只是淡淡开口道 你不给钱就不给钱吧 陆恒这下子才呆住了 陆子夏讽刺地看着他 你很震惊吗 是 以前的我的确很在意你的那几个臭钱 可在我一次次过敏 在医院里危在旦夕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这些真的不重要 我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关心我爱护我的人 可是陆子夏说到这个时候眼眶红了 真正那个关心我爱护我的人已经走了 作为魂魄的我看着陆子夏 这一刻终于确定他是真的后悔了 他也是真的思念我了 意识到了我的好 可是我的心里还是没有太多的波澜 因为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我的魂魄感到越来越轻 而与此同时 我的眼前如同走马灯一样的闪过了好多的画面 我这才意识到 我看到的是陆子夏跟陆恒的未来 在那些画面里 我看到陆子夏这一生最终碌碌无为 他一辈子也没有再遇到一个像我这样关心他的人 最后娶了个不爱的人 凑合地过了一辈子 他的孩子最后也不亲他 没有大灾 却绝说不上幸福 而至于陆恒 那就更惨了 他唯一的儿子不认他 他找了各种方法 想要传宗接代 可是都没有成功 反而被那些乱七八糟的药物 掏空了身体 最后孤独惨死 看完这一切的我 缓缓地闭上眼 这一事终于结束了 下一辈子我要为自己而活 而不是作为任何人的妈妈 任何人的妻子 陆子夏番外 我的名字叫做陆子夏 我曾经非常地讨厌我妈妈 因为别的同学的妈妈 总是打扮得精致漂亮 可我的妈妈总是不修蝙蝠 她那枯黄的头发 没有化妆的脸 还有早就过时的衣服 每次都让我在同学面前 抬不起头来 因此 到后来我发现我爸爸 和宋亚琴阿姨在一起的时候 我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还觉得很自豪 因为宋亚琴阿姨太漂亮了 每次她出现 都让我在同学面前 非常有面子 不仅如此 宋亚琴阿姨也对我很好 妈妈总是不让我吃肯德基 不让我吃薯片 不让我喝可乐 可是宋亚琴阿姨 都会买这些好吃的给我 所以我总是会忍不住 偷偷地想 如果宋亚琴阿姨 能做我的妈妈多好呀 后来我如愿了 爸爸和妈妈离了婚 宋亚琴阿姨 真的变成了我的妈妈 我的好日子也来了 自由自在 没有人管束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玩多久玩多久 可是我没想到的是 我以为的快乐 没有维持太久 就发生了巨变 首先是我一次次地 发生了过敏 这才让我意识到 以前的我能有健康的身体 都是因为我妈妈 在旁边凡人地监督我 真正的噩梦的开始 是宋亚琴阿姨怀孕了 我爸爸满心满眼都只有 那个女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再也不管我 我一次次地发病 一次次地在病床上 危在旦夕 都没有人来管我 后来有一次 我过敏得非常厉害 我的呼吸道全部都肿了 无法呼吸 这缺氧的绝望之间 我又想到了我的妈妈 如果妈妈在的话 她肯定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我终于意识到 我赶走了曾经最关心我的人 我原本以为 虽然我赶走了妈妈 但是妈妈 她肯定还是爱我的 只要我稍微回头 象征性地服个软 她就会立刻回到我身边 就好像以前我每次生气的时候 打她骂她 她虽然会生气 会惩罚我 但最后也都会原谅我一样 因此我去找她 可没想到 我看见她在后台 跟另外一个年轻男人 搂搂抱抱 我气坏了 所以连我的妈妈都不要我了吗 我大骂了她一顿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 那竟然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 我的妈妈去世了 我这才知道 她一直在生病 可我竟然都没注意她 越来越瘦 越来越憔悴 不仅如此 律师还告诉我 妈妈没有给我留下多余的钱 只给我最基础的生活费 甚至在我成年后 还要把钱都捐出去 这一刻 我才终于意识到 妈妈是真的不会原谅我了 她也是真的离开了 我气急了 大呼小叫 对律师大吼 我不是生气没钱 我是不能接受 妈妈对我那么无情 可就算我怎么吼 妈妈都不会回来了 后来 爸爸把我放到了寄宿学校 我又生了好几次病 这几次生病的时候 我甚至在想 如果就这样死了 也很好吧 死了之后 是不是就能看见妈妈了 妈妈是不是也会像以前一样 温柔地对我 可是我还是没有死 反而活了下来 一辈子索然无味地活了下来 后来 爸爸来找我了 我才知道 宋雅琴的孩子不是他的 他想和我和好 可我不会原谅他了 就像妈妈不会原谅我一样 那天晚上 我梦见了妈妈 我看见他在远处 我大声地喊他 我以为他会像以前一样 立刻跑过来抱住我 关心我 可他没有 他只是那么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转身离开 后来我惊醒了 痛哭流涕 因为我总觉得 这个梦境是真的 那个人真的是妈妈 她是真的不要我了 我真的好后悔 可是这个世界上 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故事二 公查出无精证 我们只好买了个精子 孩子出生后 他却后悔了 大骂孩子是野种 还对正在坐月子的我 拳打脚踢 婆婆窜夺他 抚养他哥哥的儿子 我提出离婚 他们为了不分割财产 合力将我推下楼 伪造出抑郁自尽的假象 在睁眼 我重生回了沈文斌 查出无精证那天 诊室里 医生像在说 一头公诸不能配种一样 平静地陈述我的老公沈文斌 查出无精证的事实 身侧的沈文斌沉默听着 情绪还算稳定 我的心里 却掀起了惊涛骇浪 被沈文斌和他妈推下楼后 我竟然重生回了沈文斌 查出无精证这天 尽管高处坠落的剧痛 已全然退去 我仍心有余悸 斌死的恐惧和无尽的愤恨 让我呼吸急促 扶着桌面的手 更是止不住颤抖 医生误以为 我是听到检查结果太过激动 轻叹一声道 如果你们想要孩子 可以选择用精子库的精子 上一世 我和沈文斌经过慎重考虑 选择了买精生子 沈文斌知道 是他身体的问题 对我一直有愧疚 怀孕后 表现得无微不至 为我做营养餐 从不让我做家务 每次产检都请假陪我 我生下了儿子超超 他寸步不离地照顾我和孩子 我当时真觉得他是难得的好爸爸 好老公 我们一家三口会像所有正常家庭一样 幸福地生活 妈妈想来照顾我坐月子 考虑到爸爸刚做了白内障手术 况且沈文斌已经将我和孩子照顾得很好 便没让他来 得知我生了男孩 沈文斌的妈妈沈翠莲 高兴得不行 主动从农村老家赶来照顾我 看到孩子的第一眼 他脸上的笑容荡然无存 神色变得古怪 他问沈文斌 你和赵彤都是单眼皮 怎么孩子是双眼皮 我们没有把沈文斌得了无精证的事 告知双方家人朋友 一是想维护他的自尊 不想他被旁人指指点点 二是不希望孩子的成长受到影响 沈文斌用隐性基因搪塞他妈 沈翠莲将信将疑 频繁找到孩子和沈文斌不像的地方 笃定是我背着他偷人了 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家里探望我 其中有个男性 刚好是大双眼皮 沈翠莲咬定对方是我的拼头 执意让沈文斌和孩子做亲子鉴定 我们烦不胜烦 只好将沈文斌查出无精证 以及买精生子的事告知他 那只沈翠莲更加激动 大骂孩子是野种 他连哭带闹 一个尽斥责 沈文斌糊涂 难道你要帮别人养儿子 小杂种长大后 发现不是你亲生的 去找亲爸怎么办 妈 别说了 沈文斌低声喝止他妈 紧锁的眉头 痛苦的眼神 还是透露了他内心的纠结 这天后 沈文斌变了 以前孩子哭闹时 他会温柔地抱起孩子 轻浮安慰 现在却下意识用力拍打孩子 呵斥不足一个月大的婴儿 安静 闭嘴 甚至直接将孩子扔在床上 不管不顾 我常常熬夜哺乳 睡眠严重不足 一天夜里 孩子又哭了 我让沈文斌给孩子换尿不湿 他扯过被子捂住脑袋 说的话和他妈如出一辙 你自己生的野种 自己照顾 疲累 委屈 气脑 彻底涌上心头 哺乳期情绪本就脆弱 我越想越难受 哽咽着质问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买精生子是我们一起做的决定 凭什么这样对我和孩子 沈文斌蹭地坐起身 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半赏才开口 彤彤 要不我们把孩子送给别人吧 我妈说 把我大哥的儿子过继给我们 沈康虽然六岁了 但他有我们沈家的血脉 我相信 只要我们尽心尽力抚养他 等他长大 一定会把我们当亲生爸妈对待 给我们养老的 我不可置信地看向沈文斌 本以为他是研究生毕业 思想和他妈妈这种传统的老人不一样 没想到他竟然完全认可他妈妈的观点 还想让我把孩子送走 我当然不同意 宁愿给外人养野种 也不愿给我们沈家养孩子 赵彤 你安得什么心 沈翠莲突然推开卧室门 添油加醋挑唆 气氛被他加的这把火 烧得越来越紧张 非要逼我送走孩子 我们就离婚 说着 我起身准备抱着孩子离开 抄抄是我十月怀胎生的 早已和我血脉相连 我舍不得把他送走 也绝不会把他送走 沈翠莲看我态度坚决 瞬间软下来 他忙拉住我 讨好道 彤彤 你别激动 文斌这不是在和你商量吗 沈文斌也和我道歉 说他是一时头脑发热 没想清楚 第二天 沈翠莲回农村了 没有他拱火 我们过了几天平静日子 沈文斌对孩子 虽然不像之前一样 毫无芥蒂 但也还算凑合 对我又恢复了以往的无微不至 爸妈来家里的时候 看到沈文斌忙前忙后 赞不绝口 为了不让他们担心 我没把前段时间发生的事告诉他们 几天后 沈翠莲又回来了 还带来了沈文斌大哥的儿子沈康 我和老大说了 把康康给你们养 你们像亲爸亲妈一样 对他就行 沈文斌告诉我 他已经联系了大哥来把孩子接走 叫我不要和他妈置气 孩子难得从农村来一趟城里 干脆让他晚几天再走 吃过晚饭 沈文斌让我带沈康去买他的生活用品 沈康站在玩具店前吵着非要买玩具 不买就在地上撒破打滚 他是沈翠莲带大的 被冠坏了 我急着回家喂奶 只能满足他的要求 给他买了十多个玩具 到家时 沈文斌在沙发上睡觉 沈翠莲在厨房拖地 我边换鞋 边问沈文斌 抄抄呢 他迷迷糊糊回答 卧室睡觉 不知怎地 我心里生起一丝不安 快步走进卧室 床上散落着婴儿的口水筋 奶瓶 衣物 小被子 却没看到孩子 沈文斌 孩子呢 他打着哈欠来到卧室门口 不是一直在床上睡觉吗 我赶忙爬上床 掀开大人盖的东背 终于在靠墙的角落 找到了超超 他一动不动地躺着 小嘴大张 胸膛毫无起伏 露在衣服外的皮肤 已经发紫 超超 超超 我慌乱 拍着孩子的小脸 却毫无回应 沈文斌磕睡瞬间醒了 忙上前查看孩子的情况 你给我滚 滚 我又急又气 抱起孩子 想往医院赶 沈文斌拉住我 不断安抚我的情绪 他像孩子的亲生父亲一般 表现得格外担心 立即拨打了120 急救人员到来后 遗憾表示孩子已经死亡 死因为 窒息 我下意识怀疑 是沈文斌和他妈 故意害死孩子的 沈文斌猜到我在想什么 主动解释 彤彤 我为什么要冒着坐牢的风险 弄死一个孩子 我们恋爱两年 结婚五年 你还不了解我的为人吗 我和沈文斌是研究生同学 他追求的我 恋爱期间 他温柔体贴 待我极好 我的家人朋友 对他评价很高 我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 没有嫌他农村出身 家里条件不如我 结婚只收了六万八彩礼 还陪嫁了一套 一百五十平的全款新房 和一辆车 婚后 沈文斌对我的好 没有打折扣 依旧事事以我为先 十分顾家 否则 我不会在他查出 无精正后 不离不弃 他最近的确在介意 超超和他没有血缘关系 但应该不会坏到 直接杀死孩子 沈翠莲也不断喊冤 我确实不喜欢这个孩子 但我真想害他 偷偷卖了 总比弄死他强吧 那样还有钱赚 他们一番话 和问心无愧的表现 打消了我的一部分猜疑 孩子的意外死亡 和我当时离开家 和沈文斌 沈翠莲不负责 都有关系 我陷入自责 痛苦的漩涡中 实在没法 和沈文斌 继续生活下去 便提出了离婚 他没答应 还就是重提 超超没了 我们可以抚养沈康 以后 他也会给我们尽效 不论他和他妈 如何劝说 我都态度坚决 沈文斌 见挽回无果 眸光渐渐变得阴沉 他猛地扼住我的手腕 将我甩在地上 膝盖撞到桌角 痛得我冷汗直冒 沈文斌 你疯了吗 他俯身抓住我的头发 语气冰冷 最后问你一次 真的要和我离婚吗 我从未见过他 这副模样 宛如恐怖片里 冷血的施暴者 原来他温和的 那一面是装的 或者说 他本来就有两副面孔 沈翠莲的声音 在一旁响起 宾娃 离婚的话 他要分一半家产 你就没房住了 干脆一不做 二不休 把他扔下楼 就说 他是那个什么 抑郁症跳楼的 我震惊至极 怎么也没想到 沈翠莲敢说出 这种无法无天的话 看来超超 也是他们故意害死的 被己传来阵阵良意 我不受控制地打着冷战 颤抖着想要掏出手机报警 沈翠莲急忙催促 快把他扔下去 难道真要等他叫警察来吗 沈文斌反应过来 一把夺过手机 和他妈合力将我抬起 扔出窗外 巨大的失重感把我吞没 落地的瞬间 粉身碎骨地腾朝我袭来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我不甘心 不甘心就这么被他们害死 楼下 沈文斌鞋都没来得及穿 连滚带爬跑到我身边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按他的说法 我是在孩子死后 得了抑郁症 突然跳楼自杀的 他悲痛地用头撞地 磕得额前烟红一片 撕心裂肺哭喊 你和孩子都走了 留我一个人怎么活 围观的邻居很同情他 纷纷上前安抚 谈他是个深情 可怜的男人 我想当着所有人的面 揭开他的真面目 可我漂浮在空中 只能看着他演戏 什么也做不了 爸妈不相信 我是自杀的 沈文斌早就和他妈 串通好说辞 还拿出他和孩子的亲子鉴定 倒打一耙 说我背着他在外面乱搞 生的孩子是野种 爸爸受不了打击 当场脑溢血 抢救无效死亡 妈妈以泪洗面 身体大不如前 短短一年多 便撒手人寰 我好恨 恨自己把他们想得太好 却不知诊边人 早已丧失了人性底线 重生一世 我要揭开沈文斌 虚伪的假面 让他和他妈 付出应有的代价 走出诊室 沈文斌见我异常沉默 主动问我 彤彤 你是不是嫌弃我了 我没回答 他垂眸 神色欺爱 我没有生育能力 是个无用的男人 装 继续装 死男人 惯会利用女人的同情心 拿捏女人 沈文斌在没有损害到 他自身利益的时候 足够温文尔雅 一旦让他吃亏 就会圆形毕露 这也是大多数凤凰男的本性 我强忍着心底的憎恶 宽慰了他两句 刚重生归来 我需要理清思绪 好好想想 怎么应对沈文斌母子 正想着 沈翠莲主动送上了门 我和沈文斌结婚前两年 她对我不错 谁都说她是个 通情达理的好婆婆 我的肚子一直没动静 她便明里暗里嫌弃我 沈翠莲把大包小包的塑料袋 放在桌上 鄙夷的目光落在 我平坦的小腹上 又开始拿我没怀孕说事 真苦了我儿子 娶了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还连累我一把老骨头 东奔西跑 给你找偏方 沈文斌面路尴尬 让他妈别说了 沈翠莲瞪她一眼 嗓门拔高 为什么不能说 放在以前 这种女人是没有男人要的 依我看 你不如去外面找个女人 她越说越起劲 沈文斌拦都拦不住 我痴笑一声 猛地将沈文斌的检查报告 扔到她脸上 你看看清楚 谁才是不会下蛋的鸡 上一世顾及沈文斌的颜面 一直没说出真相 现在我可不会再帮她隐瞒 沈翠莲看着检测报告单上 男性不育症 无精子症的诊断结果 各类为零的参数 难以置信的瞪大眼 面色越来越难看 有什么比摧毁一个 母亲心中的完美儿子形象 更令她痛苦的呢 连沈翠莲自己都没注意到 她拿着报告单的手 在不停颤抖 她呼地将报告单扔在地上 自欺欺人念叨 我看不懂这些鬼东西 一定是医院误诊 文斌怎么可能有病 呵 我笑了 把包里另外几家医院的检查单 一起扔到沈翠莲面前 那这些医院也都是误诊吗 在沈文斌第一次查出无精后 我们怕医院误诊 接连去了好几个权威的医院做检查 诊断的结果显示 她是彻彻底底的无精 连医生都说没有往下查的必要了 沈翠莲像信念坍塌一般 表情逐渐破碎 她因以为傲的小儿子 村里的第一个研究生 居然得了无精症 这还怎么传承她沈家的优质香火 沈翠莲望向沈文斌 不知是在安慰她 还是安慰自己 没事 没事的 妈给你找偏方 我们农村土方法多 妈一定能给你治好 沈文斌怪我把她得无精正的事告诉她妈 拉住我的手腕 强行将我拖进卧室 气势汹汹质问 为什么和我妈说这些 我的不听话 让她温文尔雅的面具提前出现裂系 我用力甩开沈文斌的手 直视着她 沈文斌 你是男人吗 你妈误会我不孕 阴阳怪气讽刺我 你一句话都不帮我说 我现在只是说出真相 你却怪我 我的表情越发失望 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真正认识过你 你真的爱我吗 如果爱我 怎么会看着我受委屈 怎么会自私地冲我发火 我假意挤出两滴眼泪 不就是道德绑架 谁不会呢 沈文斌眼里的怒气 果然被歉就取代 手足无措地和我道歉 不断向我保证他真的爱我 我趁机要求分房税 沈文斌只得答应 紧接着 我将沈文斌得了不遇证的事 告诉爸妈 上辈子 我太傻了 让他们有机会 在我死后倒打一耙 这一次 我会闹到人尽皆知 让沈文斌颜面扫地 爸妈知道 我喜欢孩子 也有生孩子的计划 劝我和沈文斌离婚 我会离婚 但不是现在 就这么和他离婚 放过他们一家 未免太便宜 他们母子了 如今沈文斌身体有缺陷 他妈怕我离婚 对我格外讨好 主动承担起家务活 连袜子都帮我手洗 三餐也按照我的喜好 做得丰盛极了 他夹起一个鸡腿 想往我碗里放 我不着痕迹挪开碗 阴阳怪气开口 您不是说我是不会下蛋的母鸡吗 我怎么能吃自己的同类呢 沈翠莲夹着鸡腿的手遁住 善善笑着 眼角的鱼尾纹挤坐一团 彤彤之前是妈不对 他叔弟用另一只手 抽了自己两个嘴巴 我嘴笨 不会说话 你是好孩子 别和妈一般见识 鸡腿被他放回盘里 直至下桌 都没人动 沈文斌多次试探我的口风 生怕我会和他离婚 我表示可以继续和他在一起 但我想要个孩子 他大喜过望 主动提出可以借经生子 我面露担忧 这样生出来的孩子 和你没有血缘关系 你会不会对孩子不好 沈文斌保证 会把孩子当亲生的对待 倘若没有上一世的记忆 我肯定会被他此刻 情真意切的模样蒙蔽 你还是和你妈商量一下吧 事关两个家庭 我们不能背着他做决定 沈翠莲把血缘看得很重 绝不会同意借经生子 她果然说 借经生的孩子是野种 提出让沈文斌 抚养他哥哥的儿子 我抚摸着平坦的小腹 眼前浮现出超超可爱的小脸 宝贝 再等等 妈妈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把沈康过记给我们 哥哥嫂嫂会同意吗 我装作迟疑 沈翠莲一脸尖酸相 她敢不同意 沈父早逝 沈翠莲独自拉扯大两个儿子 老大辍学供沈文斌读书 在工地上班的时候 不幸摔伤 腿部落下残疾 只能在家里做农活 带孩子 她性格老实 有些余孝 处处被沈翠莲拿捏 沈文斌从小到大学习成绩极好 又是村里唯一的研究生 帮沈翠莲挣足了面子 她总是处处偏爱沈文斌 上一世 我看到嫂子发的朋友圈 才得知沈翠莲是趁她在外打工 对大哥以死相逼 才带走的沈康 没有哪个母亲 会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给别人 大嫂知道后 一直闹着要离婚 既然沈文斌这么想抚养沈康 这一世我当然要帮她如愿以偿 我私下找到嫂子 跟她说了沈翠莲想让她把沈康过继给沈文斌的事 她如临大敌 连声咒骂沈翠莲是老不死 不要脸的毒妇 我绝不同意把康康过继给你们 不 你得同意 嫂子警惕地看向我 准备连我一块儿骂 我唇角让开笑容 不疾不虚道 有人愿意花钱帮你养孩子 让孩子受城里的优质教育 不好吗 嫂子面露疑惑 私存半赏才明白我的意思 她仍有顾忌 孩子没跟着我生活 以后和我不亲怎么办 你跟着孩子一起搬来呗 有人负责你们一家人的开销 多好 我笑容更甚 还有那些杂七杂八的辅导班 兴趣班多给孩子报几个 城里孩子有的 我们康康也都要有 至于孩子以后养你 还是养沈文斌 亲近你 还是他都得看你当妈的 怎么教育不适 与其让沈文斌痛快地死 不如让他痛苦地活着 我要看着他花钱养大的孩子 如同水质一点一点吸干他的血 嫂子豁然开朗 也笑起来 他知道沈文斌查出无精证的事 当然也能猜到我这么做的目的 你打算和沈文斌离婚 我淡笑不语 他露出赞赏的表情 确实应该离婚 你完全可以找个正常男人 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正常的家庭 我租了一套房 让爸妈先搬了进去 和沈文斌提离婚前 我必须做万全的准备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爸妈不知道沈文斌阴暗的一面 即使不理解我 为何如此小心谨慎 仍无条件支持我做的所有决定 彤彤 不论你遇到了什么事 都要和爸妈说 千万别憋在心里 爸妈永远是你的后盾 看着他们一把年纪 还为我担忧的模样 眼眶不禁泛起失忆 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爸妈 沈文斌多半不会同意离婚 我们要准备好打拉锯战 也要防着沈文斌 鱼死网破 为了保障人身安全 我通过电话 向沈文斌正式提出离婚 那头 沈文斌显然没有预料 沉默了一瞬 故作轻松开口 统统别和我开这种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沈文斌 约个时间吧 我的律师会和你见面详谈 从今天起 我不会再和沈文斌单独见面 他是个疯子 为了利益 什么都做得出来 为什么要和我离婚 我们明明很相爱 不是吗 沈文斌仍有些懵 因为你不遇 但我想要孩子 查出无精症后 他虽然装得云淡风轻 实则在乎得要死 我这样直白地回答 无疑是在他伤口上撒盐 他果然被噎住 半嗓才缓过来 我们有孩子啊 沈康 他和我没关系 沈文斌妥协道 那我们去借经生子 生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 我忍不住吃笑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给自己的孩子 找一个非亲生的爸爸 沈文斌绷不住了 语气逐渐阴沉 赵彤 你非要做得这么绝吗 很绝吗 我认为很大度了 我还没有把他得无精正的事 告知同学 朋友 同事 更没有像他上一世一样 害得我家破人亡 沈文斌气得直接挂断电话 和凤凰男离婚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监控画面里 沈文斌他妈火冒三丈 用各种恶毒 不堪入耳的词汇辱骂我 你就赖着 看他能怎样 想离婚 门都没有 还好我提前在屋子里装了监控 能够实时观察 他们母子的动向 我给沈文斌打去电话 威胁他 如果不同意离婚 就把他得无精正的事 告知朋友同事 对付无赖 要用更无赖的方法 沈文斌彻底怒了 赵彤 你别太过分 把我逼急 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沈翠莲抢过电话 我以为他要骂我 没想到 却是想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 彤彤 你和文斌毕竟有七年感情 你真的舍得吗 这些年 他对你的好 你也看在眼里 你三十岁了 和文斌离了婚 没有男人会要你的 我冷哼一声 你儿子不能生育 有女人要 见我油盐不尽 沈翠莲终究没忍住 对我破口大骂 我充耳不闻 加重语气提醒沈文斌 如果今天晚上十点 之前没有给我答复 我会把你得无精正的事 发在朋友圈 说吧 我挂断电话 沈文斌好面子 监控画面里 他慌乱地在客厅踱步 求助式地看向沈翠莲 他要说就说 别人知道了 你能少块肉 无论如何不能离婚 一旦离婚 房子他会分走一半 几百万呢 得工作多久 才能挣到这么多钱 沈翠莲说错了 房子是婚前财产 他们一分都得不到 沈翠莲安抚沈文斌 你放心 妈不会让赵彤 这个小婊子好过 沈翠莲去我爸妈家闹 没想到家里没人 房子正在挂牌出售 他找到了我的公司 一副受害者模样 当着所有同事面 指责我不是个好女人 老公得了无经症 非但没有不离不弃 反倒要离婚 在一起七年啊 哪怕养条狗 也有感情 赵彤完全是个冷血动物 你们公司 怎么什么人都招 像他这种没有担当 只能同富贵 不能共患难的人 工作能力绝对不行 他想败坏我的名声 让公司开除我 老板王姐从办公室出来 沈翠莲立马凑上去 狂喷唾沫星子 你就是赵彤的老板吧 他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 强调 赵彤这女人冷血无情 连狗都不如 只会给你们公司抹黑 等他说完 王姐反问 所以呢 你想我怎么做 沈翠莲以为王姐被他说动 得意地看向我 把他开除 真是好 你也觉得是好主意对吧 多亏我帮你看清了 赵彤这件蹄子的真面 王姐话没说完 沈翠莲飞快接到 王姐皱眉 闲悟地和沈翠莲 拉开距离 把刚才没说完的话说完 真是好大的脸 沈翠莲傻了 王姐冷笑出声 你之前不是闲赵彤怀不了孕 吵着闹着 让你的宝贝儿子和他离婚吗 现在你儿子不育 赵彤想离婚 你反而不同意了 王姐只比我大五岁 我们办公室多是女性 都是陪着他一起创业的伙伴 工作时 我们是上下级 私下 我们是无话不聊的朋友 他和办公室大多数同事 都知道我 一直没怀孕 沈翠莲沈文斌 和我离婚的事 沈翠莲急了 女人怎么能和男人一样呢 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女人怎么能和男人比 社会对男人女人的双重标准 一直在禁锢女人 王姐的老公 在她孕期内出轨 男方父母 说她老公只是犯了 每个男人都会犯的小错误 还让她作为女人 要有包容心 她没被道德绑架束缚 果断打掉孩子离婚 是独立女人的典范 办公室的女同事 纷纷出声反驳沈翠莲 大沈 女人的确不能和男人比 我小姨的老公不育 她没离婚 选择了买精生子 在孩子出生后 她老公仗着无精 在外面乱搞 染上了病 还传染给了我小姨 你看 在乱搞这方面 女人就比不上男人 你儿子儿媳谈离婚 儿子美美隐身 让你个老妈子 出来帮她闹事 你儿子一个大男人 确实没你这个老女人 有担当 沈翠莲一人难敌 十多张嘴 恨恨咒骂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你们和赵彤一路获色 都不是好女人 看以后有哪个男人 敢要你们 靠窗的男同事 一拍桌子 蹭得站起身 懒过刚才说话的 女同事的肩 如就是我老婆 沈翠莲吓得一哆嗦 自觉没趣 灰溜溜跑了 这老太婆真恶心 彤彤 你放心大胆离婚 我们支持你 王姐拍拍我的背 不少同事围过来关心我 看着他们善意的眼神 我顿觉万分感动 协议离婚失败 我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的传票 已经送到沈文斌手上 在年人的牛皮糖 也有刮干净的一天 最多半年 我就能和他成功离婚 这时 沈文斌居然主动给我打电话 说他同意离婚 让我回家签订离婚协议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看得一清二楚 当我带着爸妈 律师 亲戚朋友 同事 乌泱泱一大群人进门的时候 沈文斌和他妈待住了 沈文斌脸色比锅底还黑 赵童 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 干什么 啊 他还敢问我 前天 我通过监控 看到沈文斌和他妈商量 以协商离婚为由 把我骗回去迷晕 再伪造意外失火 将我活活烧死在房里 虽然房子毁了 但我死了 两人没离婚 他依旧可以继承 我爸妈的财产 没想到我带了一大群人回去 让他的计划彻底落空 他当然狠气 拖着不愿签离婚协议 我们共同的朋友张俊劝他 沈哥 你是不是男人 离婚就离婚 爽快点 另一个男同事陈锋也说 你都没有生育能力了 还赖着赵童干嘛 是男人就体面点 别做跌缓的事 其他人纷纷附和 你一言 我异于把沈文斌架上高台 他在朋友同事面前 一向是个有涵养的体面人 不得不当着众人的面签了字 我心里却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 一天早上 我打开微信 无数未读消息跳了出来 沈文斌把你挂网上了 你快看看 我点开新闻链接 发现沈文斌足足做了67页 PPT控诉我 在她的视角里 我是个无情无义的女人 她对我关怀备致 我却在婚内出轨 配图是我单独和律师 见面的照片 她查出无经证 我迫不及待提出离婚 还将车子房子全部骗走 沈文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 被女人骗光家产的老实人形象 PPT里放了大量我的照片 其中不少是偷拍的 较为私密的照片 虽有打码 仍能较完整地拼凑出我的长相 吃瓜群众纷纷转发 67页 PPT的热度不断上涨 甚至冲上了多个平台热搜前十 有人号称知情人士 跳出来言之凿凿说我婚内怀孕 和不同男人乱搞 多次打胎 还有人说我是职业老女 上过专业的聊凯子培训班 洗干一个男人的血后 又会去找下一个男人 谣言越传越离谱 网友同情沈文斌的遭遇 自发帮他声讨我 我的电话号码 身份证 求学经历 以及我爸妈的电话号码都被曝光 自诩正义之师的网友打电话 发短信来谩骂我 更有甚者攻占了我所读的大学的评论区 要求他们撤销我的学位 我的社交账号被扒出 评论区 私信都被恶臭的言论充斥 网络大军如同蝗虫过境 三十年来 我从未感受过如此多的恶意 这种情况下 即使当事人出面澄清 也不会激起太大的水花 人们为了猎奇 并不在乎事情的真相 他们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 这时 王杰找到我 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主动提出 让我用公司账号进行澄清 说这样影响力会大些 我们是电商公司 官方账号有六十多万粉丝 我感激不已 用公司账号发布了澄清视频 在视频里 晒出爸妈为我买房 买车的付款单 以及沈文斌提出想投资 爸妈多次转账给他的记录 坐视沈文斌是反咬一口的凤凰男 紧接着放出监控录制的 沈文斌和他妈商量迷运 烧死我的视频 我已经报警了 无论在现实中 还是在网上 每个施暴者都应当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我对网上风投最盛的几个造谣者 骂骂者提起了诉讼 沈文斌和沈翠莲 被公安机关拘留 网络舆论大反转 沈文斌成了渣男代名词 做人不要太沈文斌 成了家喻户晓的年度热梗 很多女性赞我清醒 明智 坚强 连带着我们公司也火了 短短一个星期 暴涨五百多万粉丝 沈文斌和沈翠莲 预谋杀害我 但没有实施 不构成犯罪 两人造谣诽谤 泄露我的个人信息 是既定事实 沈翠莲揽下主要责任 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零六个月 沈文斌作为从犯 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我将房子卖了 买了套别墅 和爸妈住在一起 某天 沈文斌大哥的老婆 发消息给我 沈文斌出来了 他失业了 没有公司愿意要他 只能百路边摊 我让他给钱养康康 他怕老了 没有人照料 每个月都给我打钱呢 显然 沈文斌的报应还没结束 十多年过去 我带着孩子到静郊古镇游玩 他们想吃烤肠 我们在烤肠摊前停下 麻烦来两根烤肠 摊主抬头 看到对方的瞬间 我们都非常震惊 卖烤肠的人竟然是沈文斌 他身材瘦靴 皮肤有黑 戴着顶老旧平顶帽 满脸沧桑 像六十多岁的老头 和曾经西装革履 意气风发的样子 天差地别 他眼里情绪翻涌 激动地对我说 彤彤 我在牢里的时候 做了一个梦 梦到你没有离开我 为我借精生子 可我却捂死了孩子 还把你推下楼 我后悔了 我真的后悔了 我应该好好和你在一起的 我本来可以拥有一个 幸福美满的家庭的 沈文斌浑浊的眼里 不断涌出泪水 他看到我身侧七岁大的 混血龙凤胎 瞳孔亮起西季的光 他们是你借精生的吧 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一定很辛苦 我妈几年前 已经得绝症死了 不会再有人挑拨 我俩的感情了 我们重新在一起吧 孩子们也需要一个爸爸 他说着 想要上前拉我女儿的手 一个金发碧眼的男人 突然出现 推开沈文斌 吏声警告他 别碰我女儿 沈文斌 孽如着看向我 终究什么也没说出口 他眼里的光 熄了 和沈文斌离婚后 我放空了一段时间 去世界各地旅行散心 在非洲大草原 坐着热气球 看动物迁徙的时候 认识了来自丹麦的Nils 他比我小四岁 对我一见钟情 从肯尼亚一路追到中国 我被他打动 相恋两年后 我们结婚了 生下了一对可爱的龙凤台 烤肠没吃上 孩子们被路过的大爷 手里拿着的气球吸引 我和Nils牵着孩子 追上大爷 买了两个气球 身后传来打骂声 一个黄毛小子 一把将沈文斌推倒在地 连串了好几脚 有路人劝架 黄毛骂骂咧咧 我打自己的老爸 你管得着吗 他又踢了沈文斌一脚 你个老不死的 快给钱 我和玲玲结婚要买房 快把你的存款都给我 沈文斌连连身影 一个劲求饶 没钱了 我真的没钱 没钱就去卖血 卖器官 谁让你非要当我爸 赵童 有人轻轻拍了一下 我的肩膀 沈文斌的嫂子 站在我身后 眼里带着欣喜 看穿着打扮 他现在应该过得不错 看到你依然这么年轻漂亮 我就放心了 多亏你出的主意 我家现在生活压力 小了不少 每次一想起沈文斌 和他妈谋划害你的事 我就让康康奏 沈文斌一顿 帮你出气 看到他饥饿如愁的样子 我真心实意 向他道了句谢谢 谢啥 应该的 他挥挥手 爽朗地笑笑 没过多久 沈文斌出摊的时候 摔了一跤 宽骨骨折 颅内出血 情况很危急 医院给他的儿子打电话 没人接 护士长是我的闺蜜李凡 奄奄一息之际 沈文斌问李凡 如果当初我对他不这么坏 是不是就不会 李凡翻了个白眼 打断 没有如果 对啊 没有如果了 沈文斌 喃喃自语 带着无尽的悔意 在痛苦中 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请不吝点赞 存je